好啊,洗手呢,我车都洗了 快 你臭起车的你瞎呀 兄弟,不好意思,把你车给你滑了 你看这样吧,我给你修一条 你个臭起车的口气还不小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车吗 纯进口的丰田普拉多,你拿什么修 兄弟,你先别着急 阿龙,你过来一下呢 牛哥,怎么了 阿龙,我不小心把他车子滑了 你经常修车,你看怎么看他修好 在这修,如果在这能修好,我把车送给你 牛哥,他这个是纯进口的普拉多 咱这附近好像正没有这个油气 那好吧阿龙,你先忙 好嘞,路吧 哥们,你看这样吧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找个地方给你补一补 要不呢,你就开个价,都可以 你知道我这是多少钱吗 你个臭汽车的 今天我让你给我赔个新的 哥们,我就趁了你这么点 你让我赔你台新的 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啊 道理?你也不打听哪里啊 我们随云集团在这里就是道理 随云集团 怎么样 怕了吧 赶紧把这事都解决了 那行啊 你等我打个电话 你可真能装 我去 这又是奔驰移动办公室吧 我去 这又是奔驰移动办公室吧 我去 这才真是成功人事做的成员 我最看不惯你们这帮洗车 总是在人家的豪车面前转来转去 这个车你要捧坏了 这辈子你都赔不起 先等我打开话 你可真能装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实话 喂小王 我这边出了点事情 你带上评估团队过来一下 还有 跟随云集团那个项目先不签了 是我刷坏你的车 但是 你又在太不讲理了 今天我要开这辆车去跟一个大公司去谈合作 你把我的车秤了 你知道分一分钟你带给我多少钱吗 像你这种穷人 一辈子你都想象不到 你现在还跟我讲道理 一会儿就跟你算账 什么 刘氏集团老总说这份合同不签了 这可怎么办呢 我就指这份合同呢 哎呀我这边遇到了一个倒霉蛋 好了好了你先过来再说 你先过来说吧 你个倒霉蛋 人没能力感还想的 看你给我创哪 老公 不知道为什么合同不给签了 小公爵 亲情 好久不见 还真是你啊小公爵 这么多年没见 还是这不群人呀 姜姜 你这是他 他呀 就是曾经追过我的老同学 没想到现在洗车 还帮我老公车给我 赶紧把钱赔了吧 别在这儿打 我老公 可是坐大着 牛哥 发了什么事了 我在这儿洗车 不小心把他车滑了 还让我陪他一台新车 老公 真的让他陪他一台新车吗 这边有点太过亏理了 你懂他呀 他一会儿肯定会投降回家 咱们必须从中捞腿 他现在就是个臭洗车 不欺负他欺负谁 就这1.7 还会陪你他新车 诶 这不学哥车吗 哪个学哥 就是咱们市 最大装备公司公司的 李学 什么 这是小学的车啊 我们学哥的名是 学店叫什么 我不知道你跟小学什么关系 但是他是我一个好哥们 装起来还没完没了了是吗 别说我不念旧子 学哥可是我老公的底头上司 他在这一块儿的市里 可是你想象不到我 啊 原来你们是小学的人 那就好玩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啊 我先打个电话 还在这儿吹呢 今天我就要 行行行行 就好 你 我先打个电话 我先打个电话 刘哥 你没事吧 你们也太过分了 来来来 动作试试来 放开吧 老公 我帮你这什么 阿比昭 你把车给我行停一下 这边的资 lasted for me 我自己准备 好吗牛哥 什么 这个分池是哪个车 对 这个分池就是我牛哥的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源 喂 小萱 你的首相 在快车道开着你的白色车 很是仓狂 牛哥 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听不明白是吧 我让你的手下亲自跟你说 你们学哥的电话 谁知道你存在谁的电话 随便一个电话就让我接 我接你妹儿 干啥呀大声 牛 你的分池真漂亮啊 你的人真不合理 之前那瓶水 喝掉是你的前途 现在这一发热 打毁的就是你的人生 我真想看 你是怎么打毁我的人生 喂牛哥 喂 喂 王秘书 薛总 谁是牛哥呀 第一次见您亲自从 他就是牛哥 他没人生 我能有几天 你学人到我 只要感动 就是因此的影响 王秘书 王秘书 现在 谁在快车道风公司就职 薛总 现在龙四在快车道风公司担任准行 喂龙四 现在马上去快车道风公司 好的薛总 我马上到 怎么样小子 是陪我车呢 还是让我打你 我看这谁呀 这么大 哎 表哥 你怎么来着 表弟 你怎么在这 这是什么情况 表哥 你来的正好 你借给我去牛日记团 谈合做的车 背着一个臭体车 做挂坏的 还不赔钱 你一定要给我做多 啊 原来这个车呢 是从你的介绍的 这样啊 你来听听理 我不小心 滑了他一道车心 还让我开台新车 有什么不讲道理的吗 哦 原来是薛总的车被滑了 我说怎么这么着急让我过来呢 我表弟呢 是我把他安排到公司的 我听我表弟的 这么着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钱呢 你不用赔了 把这费事物开到 这就是你所谓的道理 龙事是吧 原名马德龙 男 29岁 曾在2015年到2017年 担任牛市集团 副总经理 2018年 陆直到 毕学集团 担任 开车道府公司 牛经理 行啊 小子 你知道的挺详细啊 你以前也在牛市集团呆过 你不觉得这辆车很眼熟吗